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冠贤 今天是星期三了 就是来到一个星期的中间点 但是在下个星期应该就是 大家很多人应该就放了一整个星期的假 因为下个星期三星期四呢 是Raya 虽然还没有官方公布正式的日期 不过一般传统 我们每次都是跟着日历来行事的 就应该是请了一整个星期就没有错 不管它是一到星期一还是一到星期五 对所以要好好规划一下行程 而且如果你要用南北大道的话 一定要去参考那个建议的时间表 这个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又塞在车笼当中 真的 好痛苦啊 武统副主席说阿莫扎西无限期休假 同时乌医声明要汤米托马斯辞职 赵文辉终于获得了预科班的录取 马青就说是施压有成 不过社青团就斥责马华是在炒作 购物商场的广告和指示牌都要给执照费 张昌国声称太极端了 国能说这个电费上涨30%的讯息是不属实的 看到了Q不培动呢 他就说到如果你不满国能的解释的话 其实可以上诉 最近关于这个电费暴涨这个事项呢 是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之前不是有在网上联署啊等等 那今天就看到国能有回应 不过国能回应的呢 是其中一件事情啦 就是说到这个网上有流传 这个电费要涨价这个事情 该公司就说到 因为社交媒体就流传说 电费会上涨30% 这个讯息呢 就被指就是这个整个东西显示是说 是一个来自国能的员工那边说出来的 而他的说法就是有讲到啊 是他们的高层接获了指示要调告电费 所以今天呢 国能就直接讲说 这一个讯息是不确实的 因为他们根本呢 没有是要调告电费 而且呢 这一个就是流传这个pose啊 这一个所谓的 写那个文章的人嘛 所谓国能的员工嘛 对他说根本没有这一个人在 所以整个国能就在文告强调说 国内的电费呢 其实是由能源委员会来决定的 希望大家不要再转发 这样子一步的不确实的讯息 但是他只是回应了部分的 呃 大家的疑虑而已 对 关于整个关于就是这一个电表 新的电表 是不是真的会导致电费上涨这个事件呢 他是没有公开说明的啦 刚才说的是berita包素假新闻 那现在我们要说真的 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马六甲那边 因为民众不满的国能新电表的事情呢 进一步发酵了 一个叫做我们反对马六甲 国能智能电表的脸书专页那边呢 原本他们是号召用户 要在今天早上展开一项和平请愿 但是大家到最后一刻呢 其实就选择放弃请愿了 反而他们就很耐心的去排队 做什么呢 就是进入国能举办的会客日现场 直接去向国能来投诉 这是马六甲国能 他们其实从昨天开始 就一连举行四天的会客日 单单是在昨天啊 就有231名用户去投诉 那今天截至中午12点的时候呢 国能也接到了329名用户的投诉哦 你看到这个投诉者是很明显增加了 现在国能还特别安排更多的柜台 去接待这些投诉的人 那其实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栋 他今天也是去到国能现场那边去了解情况啊 就看看大家投诉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最后他是有促请 所有的用户应该尽量提出 你在安装了智能电表之后 面对的种种问题 这样子去让国能去解释去处理 因为他有提到马六甲市第一个 就是安装这个智能电表的地方 那国能如果可以处理好这里的问题的话 以后就是把这个电表是扩散到全国 这样子就会比较顺利 不过他也有说到自己的住家 其实也换了智能电表 但是电费就没有差别啦 我论如何他是有说的 如果用户还是不满意国能调查结果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再上诉去到能源委员会那边的 因为那边有一个最终的投诉管道 而现在如果你真的 哇发生了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 真的要去做投诉啊 那由于看到民众投诉电费暴涨的事件 越滚越大了嘛 我们也看到另一位部长 也就是国内贸销部长 赛夫丁站出来承诺 会把这个问题带上内阁会议那边 就找一个解决方案 他昨天向媒体方面透露 他自己也在WhatsApp那边 说他很多的投诉 就邀请要求政府 你厘清这个厘清电费 突然间飙涨的原因吧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 就除了赛夫丁昨天 环境部长杨美英都已经宣布插手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都相信说电费飙涨的事件 希望很快的就会给大家有个满意的结果 对啊 杨美英也说嘛 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 不过话说回来 到底电费为什么会突然间飙涨 除了大家怀疑说 那个电表可能计算有问题之外呢 其实看到了大马水务与能源研究会 高级经理林素芳呢 他有解释的 一般上如果是电费突然飙涨 是排除了那个电表坏掉的问题之外呢 有可能是因为国能的员工 读电表的时间不一样 因为到现在他们还是爱家爱户的 去看那个电表去做记录的 OK打一个比方啊 那个TNB的那个员工 来到你家写电表的时候 在4月份他是4月25号来 所以他的记录 4月份的记录就是从4月1号到4月25号 就只有读了25天的这一个电费 那如果去到5月的时候 他又去到5月31号才来读你的电表 意思就是说 他除了算整个5月的31天之外 还要加上4月份 后面还没有算到的那5天 当然整个电费加起来就是36天的电费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有可能你的电费 就会出现飙涨的情况 当然如果真的有怀疑电表有问题 你还是可以要求国能去检查电表 然后还可以要求退还多付的电费的 可是该说那个情况其实 那个很不flexible 就很flexible变得 你的电费 因为国能是根据最高的收费的嘛 其实你用越多给越高的 所以呢如果5月份 我用的还是跟一般一样 只是我又要多付4月份的那一个的话 是 你给的是在倍增的 比如是第一100个unit 你给的是这样的价钱 第二就是100个unit以上的话 你给的是更高的价钱 原本你每一次都是平均用在100个unit里面的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子来叠加法的话呢 你就突然间会给了多更多的钱 反正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必须要去纠正要去改进的部分 我们来换一个焦点吧 今天在财经界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这个是美国财政部就公布了半年度外汇报告 把评估汇率操纵的国家数量呢 从12个增加到了21个 而我国竟然榜上有名啊 这么刚好 新上榜的5个国家就包括我们马来西亚了 还有邻国新加坡 爱尔兰 意大利和越南 这几个国家加入了观察名单的行列 那同样在这个观察名单 其实他们一直都有在的 原本在的 这个就是中国日本韩国和德国 那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 就是印度和瑞士他们是被踢除了 不在这个榜单上了 我们可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开始我们就很紧张啦 突然间变观察名单里面 会不会影响汇率 影响国的经济 后来就看到了国家银行 就是我们的国行呢 就有说到 虽然美国把马来西亚列入了 货币操纵的观察名单当中 但是这不会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的 他是因为说他觉得 我们是有一个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所以马来西亚的经济将会 继续的保持强烈 那国航还说到 马来西亚支持自由和公平的贸易 也没有推动不公平的汇率操作 而且呢 马来西亚采用的是一个浮动汇率的机制 所以令吉兑换率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并不依赖出口的竞争力 刚才我们不是有提到另一个入榜的 就是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吗 那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 也马上做回应了 他们就说自己是没有操纵新元汇率的 当局也不会通过汇率 来提高出口市场的优势 更加不会用这个汇率来换取 就是经常账户的盈余 也大家都说 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就希望说不会影响 这国家的经济 其实衷心希望 这一次我们被列入观察名单 真的像国行说的那样 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 不过就是因为我们担心的 就是西蒙在上台之后 就是一直在强调说国库空虚 那所以呢 我们就担心说不要影响经济 经济应该是往个正面的情况去发展 但是现在我看到是西蒙政府 有可能会多了一项新的收入 那就是商场广告牌的费用了 因为政府规定所有购物商场的广告和指示牌 就是那个告诉你说 你往这个方向就是去这个mall 你往这个方向去那个mall 都可能需要申请 不是都可能 是需要申请和缴付这个执照费用的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大马购物商场协会主席张昌国 他今天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说他非常的不理解 他说不是不愿意缴纳那个执照费 但是你连路边那个广告牌 指示牌 路牌 甚至在商场里头商家那些促销广告牌 商店的指示牌等等的 都要逐个去收费 他觉得太过极端了 为什么他说太极端 他就举例了 一个超级市场里面 如果售卖300个品牌 每一个都要缴纳100令吉的执照费 那如果这个商场呢 是在全国有50家分行 那他一共需要缴纳的是150万令吉的这个执照费 是一项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 所以他希望说政府可以给出一个明确还有合理的指南 让业者可以遵从 我在想如果整个事情是就是这样子过了 就是真的是必须要付这150万的话呢 这笔钱会转移去到哪里呢 OK他是这个商场嘛 那可能就是来租的那一些品牌 就需要付更高的租金 那品牌这个租金高了的话呢 他的里面的那个商品的价格 大概也会再涨价 所以我们去买的时候 就被迫要买贵的东西 因为商家通常都会把自己增加的成本 转嫁给下位置 那如果你可以讲说 我们就不出去买吧 不出去买 大家就躲在家里的话 那个钱就不会流出去 那经济就不会动 不会动的话 那国家的经济就会停滞 这样子一环口换下去的话 是不是觉得有点乱 不是乱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对 只要对我这种 一直跑去shopping more 逛逛的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心惊胆战的 一个新的措施 因为呢 有时候我们又想说 哎呀自己薪水涨幅又没有很高哦 那怎么办 又没有太多钱可以花 如果你突然间这个东西又涨的话 是咯 好了我们换一个心情 我们要来聊现在过的 就给大家投选的一个选项 其实这是一个好选项 因为就是赵文辉啊 他是成功获得这个 Metriculacy的录取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 之前因为他曾经一直是想要 申请这个Metriculacy的嘛 就是大学预科班 他考获了八科A 现在他终于是被录取了 你认为是谁的功劳呢 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love 就是觉得是行动党和 西蒙政府的协助呀 如果你是认为是马清洁和媒体网民的力量的话 你可以点选哈哈 还有第三个选项是angry 就是说先改革不公平的制度啦 不要去争功啦 哪一个是你的选项 你可以去到我们九伯八的官方脸书那边去投选哦 再下一段回来就会跟你讲说 关于这个赵文辉 他整个争取要去到大学预科班的一个信录历程 九伯八新闻线 九伯八新闻线 让你请贴十字五段线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冠贤 你知道吗 赵文辉啊 他终于获得了这个大学预科班的录取了 那说到赵文辉他是谁呢 他是在一个学生 之前在SBM的时候 考获了八科A的一个很好的成绩 那他就尝试去申请大学预科班 结果就被拒绝 之后呢 他上诉了两次 还是没有办法进去 因为他的家庭可能比较特殊 他是单亲家庭的 可能经济方面也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能力 他是属于B40群体的 因为原本不是政府不是说吗 你Metric RC就要帮B40群体吗 可是他成绩好 又没有得到帮助 所以他就真的觉得 那个那口气啊 对然后之后这个事件就被大家 就是媒体报导出来 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关注 那来到今天呢 终于证实说他已经是被录除了 而且是得到皮里州雾辩那一面的这个Metric RC 那他是在昨天拿到这个消息之后 已经是很开心的 就有像他的姨母 就他阿姨吧 就有说 哇终于可以减轻妈妈 还有阿姨的这个经济负担了 而阿姨呢 就昨天晚上在这个国会下议院的副议长 尼科敏高级基奥秘书 郑传义 还有基奥秘书 吴家良的陪同下呢 就像全马关心赵文辉的人啊 就报告了这项喜讯了 那阿姨就有说 在西门政府的帮助下呢 文辉啊 是如愿的被录取进入大学预科班 他们一家人都是为他感到开心的 嗯对 那他其实阿姨有特别讲到 他说他之前曾经就讲过一些 对西门不是太好的话 所以他就希望西门领袖是可以 还是帮他们啊 就所以他们就觉得 哎呀像西门说一声抱歉啊 那他也有说 之前文辉啊 没办法进入大学预科班的新闻发布后呢 有一小部分的网民 是去攻击文辉的 让他觉得很受伤 在当晚的时候 甚至是躲外房间里头不出来 因为太伤心了 对那那个阿姨就说 经过他一直劝解啊 是文辉才把这些东西放下来 那所以阿姨就希望说 这一次文辉被录取之后 不要再有人去恶意批评他 去攻击他 就让他们母子这样子 会受到伤害等等 那其实早前 赵文辉还有他的妈妈 是通过马清的协助 就召开记者会就诉苦 那之后呢 这个报道的帖子啊 竟然就是引来了财政部长的 特别协调官黄伟毅留言 他说这一番话 他是说去读STPM啦 又不是世界末日 他还说 我绝对不会申请不到 大学预科班就哭哭啼啼的 这样可能这些话 都让他很受伤了 对那郑传逸跟这个吴家梁 他们今天就发了一则文告 就谴责马华只想要炒作 事发之后根本没有后续的处理 包括说赵文辉母子 被网民围剿的时候啊 都不曾出面去澄清回应的 就觉得他们的政治手段 恶劣不可取 那他们还谴责马华 只是想从这件事情 去捞取廉价的政治资本 还坦诚说 预科班学分配上 确实是有瑕疵的 那社青团也是有积极 在跟教育部方面啊 进行对话 希望解决这一项课题 嗯 他们也是认为说 民主行动党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都遵从当事人的意愿 包括说不让当事人的 这些学生啊 入境媒体这样等等的情况 不过针对啊 文辉他这一次可以进入 Metriculasi啊 就看到了马清霹雳州团长 胡伟豪 他就认为啊 赵文辉可以获得录取 是因为社会在谴责 在呃 就是鞭持政府 让政府感受到压力 虽然这是人民的胜利 他今天又告诉中国报 就说到马清非常感谢网友 还有媒体过去几天来的关注 就帮助文辉呢 可以讨回一个公道 终于就让执政党屈服了 至于当事人呢 赵文辉他现在应该就在 那个预科班里头啊 好好去开始读书 而且要跟进进度啊 因为他是比别人迟进去的 那他今天也是有稍找钱 就感谢所有关心他的人啊 还有提供协助的 马清和西蒙政府 那他就有承诺 一定会很努力的去读书 不会辜负 对大家对他的期望 那今天下午他也去到 那个大学预科班那边报道了 所以文辉要加油哦 不过说到这个大学预科班呢 教育部长马智利早前 就因为这个课题 就引来网民的撻伐 那首相敦马哈迪 对于这件事情 还是不以为然的 他是力挺马智利 他觉得马智利不是种族主义者 他觉得马智利 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所以敦马是不会撤换掉马智利的 敦马是这样说的啊 整句话他说 我没有看见马智利有什么问题啊 他只不过需要学生 把白鞋换成黑鞋而已 其他的都OK啊 那多麦还说呢 在乌伊合作的这个政治环境下 他就预知 乌统和伊斯兰党 都会继续炒作 种族还有宗教的课题 就可以捞取一些政治的资本 所以他觉得 西蒙政府不解释这些 和种族政治 这些有关的 这些课题还有立场的话呢 就有可能在来届大选会输掉 所以选票还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对敦马来说啊 那敦马还提到 马智利讲了一些 跟种族有关的课题 但不代表他就是种族主义啊 我们也有很多人在讲种族课题啊 像是印度人 讲印度人的课题 行动党的华人 也在讲华人课题啊 敦马就觉得 我们全部都是马来西亚人 种族可以不同 但是不能够质疑我们的国籍 我们还是马来西亚人 反正啦 OK我们就另外 就看到大马土著承包商 协会不早前 就希望西蒙政府 可以把这个20%的 关于东铁的这一个计划 可以拨给他们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企业 会得到40%嘛 那他们就希望一半 就是20%拨给他们 成为一个固打制 那敦马昨天就保证说 一定会保留给土著承包商的 但是没有决定说 这个固打的比例是多少 不一定是20% 可能10% 会也可能30%这样子啦 那但是他就希望 就是他觉得西蒙政府 就会沿用旧的制度 对土著保持一个优惠 确定会有扩大 只是不知道多少 那另外我们接下来关心 很久没有出现在媒体前面的 阿摩扎西啦 对 他没有出现 但是是有人帮他说了一些话 是巫统副主席 伊斯麦沙比利 他就说 原任巫统主席 阿摩扎西 会无限期的休假 那主席的职位呢 当然继续就由 现在代替的 暂时代替的 属立主席 摩哈摩扎山 来做的 而就有记者问 阿摩扎西 现在面对这个 官司缠身 会不会影响 巫统的形象 一蹶不振呢 而没办法取得 人民的信任 伊斯麦就有说 他不知道 这会对人民 造成什么影响啦 但是很清楚的就是 摩哈摩扎山 接管巫统之后呢 巫统会更好 OK 那另外就看到 巫统还有这个 伊斯兰党的国会议员呢 就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为的是什么 他们就认为啊 总警察长 汤米托马斯公然插手 消防员 莫哈摩阿迪的命案 还有在签署 罗马规约上面 施者施职 就导致马来西亚 在国际社会上蒙羞 他们就觉得 汤米托马斯 应该要辞职的 国会反对党领袖 伊斯麦莎比利 他就跟伊党的总秘书 达西尤丁 今天是希望 政府成立一个 皇家调查委员会 独立的去调查 阿迪的死因 那他也说到 警方跟内政部 早就确定 阿迪是因为谋杀而死的 然后也以这个刑事 法典302条文 展开调查 但是汤米托马斯 却下令去召开 验尸庭审讯 来鉴定 莫哈摩阿迪死因 是不是有其他的 像是刑事成分 所以他们就觉得 你这个就是公然的插手 也等同于 不信任警方的调查 因此就要求 这个汤米托马斯 你必须要辞职 下台 好 今天的现在 我们关心的就是 赵文辉 这位小朋友了 因为他考获了 八科A在SPM这一边 那之前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进入大学预科班 经过了几次的努力 现在终于获得了录取 今天也是去上课 就是去报道那边了 所以你认为 针对赵文辉 他现在可以进入 大学预科班的功劳 是应该是谁的呢 我也好奇 百分之 我们先讲 最小的吧 讲最小的 百分之三 就是说 马清集合媒体 和网民的力量 至于 百分之七的人 觉得是行动党 和西门政府的协助 最多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选择 先改个不公平的制度啦 不要去抢功劳啦 OK 我们来看一下 朋友们的留言 是怎样 事前我没有去看一下 哇 现在这么多 有四十个留言了 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留言呢 有些人 还是会针对这个小弟弟 我们要筛选 中路就说 现在在政府机构里头 做事的人是谁 可能他们已经换了政府 但是你换不了下属啊 所以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 OK 看到 他就说是自己的功劳 就是这个文会的功劳 那看到 他就说不断投诉 不要放弃 比尔的力量 这个东西让我想到 哪个TMB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 自己不被奉平对待的话 就是一直去上诉到底 一定会成功 就好像文会这样 拆坏就觉得 没有行动党点头可以吗 他觉得其实不需要去维护 执政党 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 OK 三尼T就说是FB 还有网民的功劳 就是整个舆论的压力啦 那Jushley就说 没有选校 他觉得很好笑 通开就觉得 奉劝这位小朋友 不要读到一半 觉得不要读 他就希望你好好的去读书吧 真的 当就是文会有讲吗 他就是不会辜负大家的 这一个期望 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 文会真的是要努力 那看到林志远说 厉害的学生不止一个 所以真的是 你如果不改革 整个制度 不公平的制度的话 像文会这样的事情 甚至比他成绩更好的人 其实还是一样进不去的 不过说到 不要读到一半不读 我突然间有东西要说 因为我之前 曾经在Metric Classy读书 我曾经遇过朋友 读不下去 很压力很压力 实在太压力了 突然间隔天他告诉我 我不读了 然后就离开了 所以呢 你知道吗 你辛苦去到一个地方 有这么限制的学额 真的不要放弃 当然你也希望说 抒发压力是很重要的 不然不要去再想不开 因为有时候人的压力 会导致其他的一些 精神上的疾病等等 抑郁症这样子 如果我们一直跟你说 你不能够放弃那种 我们也是想要 是正面的方式 我们是正面的 鼓励你啦 对对对 如果压力很大 就想方法去找帮助 然后去解压一下 讲这个课题有点严重 我有点沉重了 好吧我们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 我是湘君 我是冠贤